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听用户的对话并通过第三方进行书面记录 脸书的欧洲总部对此回应表示 该方法仅适用于美国用户 但在当地也已经被放弃 去年春季马克扎克波克在美国国会前有关脸书网页 是否记录在网站上进行的电话表示 大家说脸书通过手机的麦克风监听用户的聊天内容 此后的信息为广告商售出这是一个阴谋论 我们并没有这样做 在本周而却发现脸书的创始人之前说的并不是真实的 波罗伯格写道 社交网站通过麦克风和一个算法记下用户的聊天内容 通过人工智能转变的文件由人力检查正确性 也就是说大批用户的通话内容通过非法的手段传递了 第三方 两书承认违法的行为并承诺将来会放弃这一行为 相关当局就滥用百万名用户的信息 正在针对实践两书案件进行调查 有关该事件 松压力相关当局也提交了诉讼 松压力信息保护和信息自由局局长向本电台确认 松压力要求该企业发出直面的保障 及脸书的松压力用户的信息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都不会为第三方传递 我作为松压力相关当局的领导要求他们在直面上确认 他们的行为是否涉及到了松压力区域的公民 佩戴尔法威阿迪拉补充到欧盟成员国的代表 将在9月份在欧盟信息保护机构的会谈上 也会进行有关滥用事件的谈判 假期周末已经开始 在巴拉顿湖其他度假圣地和许多酒店 这些可能是夏季最防满的日子 中央系列活动将于周日开始 烟花盛典将在首都和其他数十个定居点一同放射 预计将迎来良好的天气 所有节目将如期进行 政府表示注意安全至关重要 战斗机在索尔诺克直升飞机基地进行排量 媒体的工作人员拍摄了寒将的空中表演 除了战斗机以外直升飞机也出现在表演中 飞行员们为8月20日的布达佩斯空中表演而进行排量 有些飞行员们并不是首次在国庆节活动上做出表演 但依然十分紧张 我之前是参与过很多次我在佩斯空域飞行 但每次都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在8月20日在多瑙河上将可以看到 20多架匈牙利空军的飞机 空中表演将在周二在国会大厦处进行 但很多活动在本周日就开始 手工艺术节在布达城堡 而松亚利美食街在城堡花园等待着大家的到来 在美食街可以品尝到国家最美味的黑麦面包 今年一家位于尼莱哈座的面包店 通过200年的配方获得松亚利面包是协会比赛的冠军 一名特兰西瓦尼亚的甜品是在18世纪创造了该配方 而我们利用该配方烤出面包 卡普斯堡正在筹备进行几十年以来最精彩的烟花秀 烟花专家们表示目前在安置烟花宝珠和提前的计划 其计划已经通过灾难管理局的批准 我们以最大的能力利用所有机会 无论是在地上 水上或者空中 我们都希望实现精彩的烟花效果 而布达佩斯也正在进行最后几项工作 工作人员正在连接最后几条线路 并将烟花爆竹安置在拨船上 从这将发出2600个烟花 一家丽水疗中心在周末长假 为家庭们组织丰富的节目 还延长了营业的时间 星期六晚上9点还可以在户外游泳池 欣赏烟花 近年来还建设体验中心 各类游泳池和桑拿房等待着游客的到来 来到潘诺恩哈尔姆的游客 可以参观草药园和品尝三种巧克力 8月16日至19日 潘诺恩哈尔姆草药节 欢迎客人的光顾 展示当地草药的文化宝藏 以及修道院种植草药的迁徙传统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